接下來 穩定的熱源 加熱 負二十 五十克的冰 十分鐘變成十度吸熱水 請問你們用格的多少 來這個是我 昨天跟你講過的 碰到這個題目有所謂的融化 有所謂的氣化 或者倒過來有所謂的凝結 有所謂凝固的時候 你要曉得 這個過程總共分了幾段 我們的公式叫做 H 等於 M S 加上 M 乘以 Q 這兩個前後兩段不會同時出現 前面一段是對溫度有變化 後面一半是對那個狀態有改變的 所以你要弄清楚他總共分了幾段 然後每一段用他該放東西去放 然後記得算什麼帶什麼 現在算的是冰 就要帶冰 現在算的是水 就要帶水 要帶冰的比熱 或者要帶水的比熱 算什麼 帶什麼 好 圖形像這樣 從-20度C的冰 會升溫到變成0度C的冰 然後要從0度C的冰 變成0度C的水 融化 然後再從0度C的水 變成10度C的水 所以從圖上可以看出來 我們這個加熱過程分了幾段 三段 我們加熱過程分了三段 有三段 一個是冰塊在吸熱 一個是冰塊在融化 一個是水在吸熱 要分開算 分開算 怎麼算 那兩個 msΔT加上m乘以Q 好 第一段 從冰塊在吸熱 所以第一個是要冰塊在吸熱 溫度有上升 msΔT 請帶冰的質量 50 冰的比熱他告訴我0.5 再乘以溫度變化 高溫減低溫 高溫是0 低溫是-20 0減-20 第二段 叫冰塊會融化 從0度C的冰 到0度C的水 融化工夫叫做m乘以Q 所以冰的質量50 融化熱我要你背 記得嗎 80 乘80 第三段 叫做水 要從0度C的水 變實際性的水 溫度有變化 公式叫做msΔT 所以質量是50 水的比熱是1 高溫減低溫 高溫10度 低溫零度 10-0 你怎麼知道質量50 因為融化 氣化質量不會變 所以冰的質量50 水的質量也是50 就是所謂的熱量量算 等於我的熱量 他問我是每分鐘吸熱 這整個過程花了10分鐘 所以每分鐘吸熱 不知道H 乘以10分鐘 乘以10分鐘 所以計算式就列成這樣 重點 他分了三段 重點他分了三段 一段一段的算 然後把它加起來 好 我昨天說了 最多可以分成五段 並沒有比較難 只是比較麻煩 要算得多一點而已 但想法是一樣的 想法是一樣的 好所以後面就是數學 叭叭叭叭叭叭 然後算計算結果出來 每分鐘供熱五百卡 每分鐘供熱五百卡 所以我們算算每分鐘供熱五百卡 答案選B 好 我再說一次 是 碰到這個題目 有融化 有氣化 有凝結 有凝固 你要弄清楚 整個過程 總共分了幾段 八段 然後 然後 有溫度改變的 在公式叫做 H等於 NS加上T 狀態改變 溫度改變的公式叫做 M乘以Q M乘以Q 一段一段的算 然後把它加起來 把它加起來 要知道總共有分了幾段 OK 有人問答嗎 沒有 來 有0度C的B 要變成120度C的水蒸氣 要總共要加熱多少卡 這裡 想想看 有幾段 0度C的B要變0度C的水 幾段 0度C的水要變成100度C的水 兩段 100度C的水要變成100度C的水蒸氣 氣化熱 三段 100度C的水蒸氣要變成120度C的水蒸氣 四段 所以這個題目裡面的加熱過程總共有 四段 分開算 加起來 分開算 加起來 有溫度改變的 請用S等於 M S加上T 融化氣化的過程 請用M乘以Q 融化熱跟氣化熱 融化熱跟氣化熱 我說過要你背 我說過要你背 這裡有寫給你了 冰的融化熱 80 水的氣化熱 540 540 OK 請問他總共要吸熱多少 他總共有四段 剛才 兩男一女 現在換兩女一男 女生14不戰 Number 5 Pd5號 Number 7 7號 5號7號 And的男生叫做25號 Yay 上來 幹什麼 哎呀哎呀 OK 把它擦掉 他晚上的東西擦掉 我已經告訴你了 他總共分了幾段 四段 我已經告訴你了 他總共分了四段 請分開算加起來 各位兩個女生的 再來 請分開算加起來 我說過了 他並沒有比較難 分四段分五段 並沒有比較難 只是比較囉嗦 要囉嗦而已 要算的比較多而已 但是沒有比較難 想法是完全一樣的 對啊 想法是完全一樣的 第一段 要從零度C的冰 變成零度C的水 第二段 要從零度C的水 變成一百度C的水 第三段 要從一百度C的水 變成一百度C的水蒸氣 第四段 要從一百度C的水蒸氣 變成一百二十度C的水蒸氣 好有溫度變化的 請用H乘以M S加一來算 狀態改變 溫度沒有變化的 請用M乘以Q來算 好 再跟美女 來 總共有四段 總共有四段 再說一次 第一段 零度C的冰 變成零度C的水 第二段 零度C的水 變成一百度C的水 第三段 一百度C的水 變成一百度C的水蒸氣 第四段 一百度C的水蒸氣 變成一百二十度C的水蒸氣 溫度有改變的 H等於M S加大T 溫度沒有改變的 H等於M乘以Q 要帶融化熱跟氣化熱 冰的融化熱 每公克八十卡 水的氣化熱 每公克五百四十卡 好啦 算完 感謝您 謝謝您 我把他錄下來 回過來 不要自己轉一轉 是莫愛三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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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超他的 然後呢 他寫錯也造超 然後現在在重改 你知道你的二十重改 是在算哪一段嗎 你少寫一個 哦對 哈 小 我 好啦 下一關 你回座 沒問題 再見 哈哈哈 我 跟你說了 分很多段 有變得比較難嗎 沒有 只是比較囉嗦而已 畫圖 0度C變冰 冰變0度C的水 0度C的水變100度C的水 100度C的水變100度C的水蒸氣 100度C水蒸氣變成120余水蒸氣 誰看到土 你知道他加了分幾段 4段 加了分了4段 冰融化 水吸熱 水氣化 水蒸氣吸熱 總共分了4段 第2段跟第4段溫度有改變 有上升 公式H等於M SDRT 第1段跟第3段 融化過程氣化過程溫度沒有變 公式H等於M乘以Q 就是我們說過的 計算式就是 M SDRT跟M乘以Q 各段蓋各段公式 我需要質量 我需要比熱 我需要溫度變化 我需要融化熱跟氣化熱 通通給過 圖上面通通都有了 往裡面帶就好 所以 分4段 第1段 20乘80 冰融化 質量乘以融化熱 第2段 水吸熱 從0度到100度 M SDRT 質量20 水的比熱 1 高溫100 低溫0 100-0 第2段 第3段 水氣化 水的氣化500次 M乘Q 氣化熱500次 水20乘500次 第4段 100度的水蒸氣 變成120度的水蒸氣 M SDRT 質量20 比熱 屏幕告訴我 0.48 溫度變化 DDRT 高溫減低溫 120-100 好 又是那句話 理化結束 後面數學 承進去 努力的算 認真的算 我說過 他並沒有比較難 只是比較囉嗦 要算東西比較多而已 答案14592 答案選C 我再說一次 我再說一次 重點 碰到有融化 碰到有氣化 碰到有凝結 碰到有泥布的時候 重點 看清楚 這整個過程 到底分了幾段 然後呢 分段去算 有溫度變化的請代 H等於 M SDRT 沒有溫度變化的請代 H等於 M乘以 Q 然後 把它加起來 就沒事了 所以 分五段也只是比較囉嗦而已 但是定沒有比較難 因為想法完全 一樣 完全一樣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OK 因為 我先說 我先說 沒有問題